我們縣政府也一直希望努力透過創生 能夠讓我們的整個彰化能夠更活化起來 創生最主要因為一開始人口數的一個流失 那國發會就開始很努力的在這個區塊 要怎麼樣透過讓青年返鄉 讓更多在地的元素能夠被發現 那我想我們最近在核心青創基地的改造 引進青年朋友的投入 變成地方一個重要的打卡景點 跟地方的一個觀光點 那點線面再去串連 我想希望也是有更多這樣的一個案例 能夠讓更多的青年朋友返鄉 打破我們過去的一些框框 然後怎麼樣把地方的一個特色 透過我們在地的人情 各種的部分把它這個衍生出來 那也跟利用機會也跟我們美玲姐 這個交流一下 我們現在努力在做一個橫跨好幾個 鄉鎮的一個這個東羅西的一個改造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東羅西的整體的改造 讓地方的環境更好 那也把我們的這個各個鄉鎮一個特色引進 變成我們一個好的一個旅遊的一個區塊 那我在社頭這個地方其實我看到很多很不錯的產業 包括字幕產業 巴勒產業 以及一些年輕人他開始製作一些咖啡產業等等 那這讓我非常感動 那其實我們在身為公務部門 我們該怎麼再去用我們公務部門的力量再去感動他們 讓他們可以再去更凝聚這個心 他們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一個整合 比如說我每一個鄉鎮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出來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個別的去自己去打拼 其實真的講沒有辦法去看出整體的特色 如果能夠把它整合 這些產品把它做一個整合 然後給它一個故事 跟在地去做一個結合之後 像現在也有很多地方就開始發展了 屬於我這個鄉鎮的一個整體的一個禮盒 或者是這個產品的一個代表 可是我每一個都能夠說故事 你要注意到就是說 當我把這個盒子打開的時候 不要讓我覺得這是A 這是B 這是C 個別的 你必須要讓那個產品讓人家打開以後就知道說 喔 這個就是這個地方的一個代表 那這一個它的文化上面有什麼樣的意涵 或者是在它的這個土地上地理上面有什麼樣的特別 這樣子的話它才能夠有一個完整性出來 這是地方我相信他們一定會需要公部門去幫忙的 因為他們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這個整合 因為這個事情不是只有縣政府 甚至於像剛才我們明年度開始 地方那個民間的團體又進來 這個就非常 這個大家是等於說一定要是跨域的合作